共有7200萬的豪宅 縱使在預售階段 但是也有所謂2000萬的這一個錢資款 所以可以看出說 韓國一路標榜 它所謂它是庶民 那庶民買得起這樣的豪宅嗎 所以他連自己所經營的貴族學校 幾乎都是在賺了大錢 這樣一路賺大錢買豪宅的人 還以庶民自居 那他所謂用一碗滷肉飯一瓶礦泉水 去年選高雄市長的訴求 那今年他還要這樣講庶民嗎 到2015年才以賠本 大概賠200萬的價差把它出脫 可是裡面有一段非常有意思 要買的人說怕以後會有麻煩 不敢買 會有什麼麻煩 這間房子的買賣賈方賣給乙方 而且竟然在2015年的時候 願意用低於原價的價格賣 如果你知道台北市的房屋行情 經過三五年好了 那個價格不會往下走 應該是往上走 所以這個事情揭露除了是韓國瑜庶民形象 根本就是一個騙局 而李嘉芬是一個貴富團 揪團 不是買包包欸 包包幾十萬 揪團買豪宅 買了豪宅之後 我們到目前為止 看不到的是資金的來源 也就是自備款還是一次付 那每個月三十萬的貸款多少 那我們可以預告一下 那段時間大家去查查看 他繳保險費每個月要繳多少 你就會發現現金流 現金流是一個很龐大的數字 至少對一般壽星家族來講 每個月要籌措幾十萬的錢 每個月要繳出去 這要有相當的收入來源 所以要競選公職的人 應該對這一塊說明清楚 你的錢怎麼來的 你當時出頭為什麼會有麻煩 賣給誰 怎麼賣的 這個無雙 而且你有個老鄰居 叫做財政員住你家樓上 也許他會比我們更清楚 以上謝謝 謝謝